口腔癌 口腔癌是中壮年男性最容易發生的癌症 而口腔內的白色斑塊 也就是口腔白斑症 更是台灣目前口腔癌最主要的一種癌前病變 很多人的口腔癌一開始是從薄的白斑開始發展 再演變成厚白斑、不均質白斑 等到變成不均質的白斑 罹患口腔癌的機率就會大於50%以上 會造成白斑最高的機率就是檳榔、香菸 若是在喝酒就會讓機率更高 除此以外,不適合的假牙、長歪的牙齒也是有風險 很多人罹患口腔癌 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長腫瘤、得癌症了 大多都是先出現一段時間的口腔白斑 久而久之才會變成口腔癌 所以如果能夠在白斑階段就讓白斑消失 或是治療、消除 就能夠降低口腔癌罹患的機會 建議有口腔白斑的民眾 一定要戒除香菸、檳榔、酒 或是移除不合適 造成口腔黏膜、刺激的物質 像是沒做好的假牙、致齒 也可以多補充新鮮的蔬果、健康的飲食 同時讓作息正常 讓口腔白斑消除 遠離口腔癌的威脅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